當醫生打開病例的時候說 你是二性卵巢癌 其實我當下整個都空掉 化驗報告出來了 我是二性腫瘤 開到的時候把右側卵巢取出來 那時候寶寶還在肚子裡面 那天晚上我去搜刑完之後 寧靜的殺手對我來講 我幾乎是把癌症跟死亡化三分號 有一個戶愛的賴群組 不知道為什麼群組裡面 會有一些人被退出 他的退出是因為他離開這個世界 這讓我其實更害怕是 真的如果有一天我也撐不過 我兒子怎麼辦 換個角度想 我就是要用我最大的力量 陪著他長大 在家人跟孩子的陪伴下 我其實是慢慢找到 自己可以走下去的一個力量 我很配合醫生 醫生怎麼說我就怎麼做 因為醫生才是專業 我選擇正面管道 不再去看網路訊息 癌症希望基金會有一些 比較正面的訊息 很多人在做完資料之後 其實他們好好的去照顧自己 都可以過得很好 癌症對我來講 它是一個禮物 而且是讓我重新解釋 自己生命的一個禮物 以前也許很多事情不敢去做 然後生命之後 我去完成了大學的學業 中間也去完成自己的夢想 叫兩鐵環島 我以前會覺得 雖然很多事情我不敢做 但是我覺得是想做就去 我想要把我自己的事情 分享給像我這樣的媽媽們 一些正面的想法 覺得在生命前 我一直希望能夠做一個 好媽媽 好太太 或者是好媳婦 然後好女兒 所以一直都活在別人的期待中 所以我覺得這一場 病真的讓我很清楚看到 回到自己 把自己照顧好 我覺得我的生命是越來越豐富了 我覺得我的生命是越來越豐富了